大家好,我是静宝妈妈 静宝明天就要去上学了 我给她报道那个课外辅导班 明天就要开课了 总共要上半个月 我们要天天的往市里跑 然后现在呢,这几天呢 静宝每天每天都坐在书桌旁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写作业呢 还是在干嘛 反正一天天呢,连门也不出 走,带你们去看一下她到底在干嘛 一天天呢,连桌子都不带离开的 我跟你说,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 带你们去看一下啊 看这个小姑娘有多用心 让你们看一下她这个垃圾桶里面 看看都是啥 看我家的地上成啥了啊 她也不管 看看她在书桌旁干嘛 静宝,你这一天天呢 都待在书桌旁干嘛呢 告诉大家 天天做手仗吗 对啊 我就想 我就想把这个本快点给 快点给贴完 那我都贴这么多 那你做也行了没 你告诉我做也行了没 写的呀,我都已经快写完了 我们看看,暑假作业那么多了 我都不相信你快写完了 当然快写完了 我们看看,突击检查一下 静宝的暑假作业 当然啊,这些有些题呢 它是要么是考八年级的 要么是考靠外知识 所以说有的我不会 就比如说英语 有的没做是吧 对 这些作文还没写呢 数学写完了 数学写完了 一张没写 你现在意思就是光剩英语了 是吧 嗯,不是 呃,剩英语 然后还有两张地理 就没了 两张正直就没了 然后呢 还有语文了 我看语文还有好几张没有写吗 语文 那还不少了 还有十来张了呀 这么少了 这些有的是直接可以超书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一多半了 还不是一半了 然后我们还有十五天要上课 对呀 我那些十五天回来 我四点钟就回来了 然后我的写的也不行了 我们看一下静宝 这几天做的 那天是做到哪 这 做到那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那天没有做这一页 但是我觉得这一页可空 所以给它补上了 这是之前给大家看过的 哦,之前是做到这儿 嗯,有吗 嗯,我怎么记得是 头到那儿 我知道,我记得可牵出来 好了 发财术 这个好看哈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 因为我特别特别的喜欢紫色 包括它这一页刚贴的这个 拉的这个图件 我也喜欢 对 这个颜色是 搭配的特别的鲜艳 是吧 绳子绳子的颜色 看看这个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一下翻车 做了多少了,有一半没有 嗯,还没有 这是自己写的字吗 贴上去了 对 对 这我后来变成事了 我不想再写了 然后就给它剪成事 这个也好看 这个颜色也挺清新的 对,蓝色的 然后我还有,妈妈你过来问一个 还有 对 因为我害怕我这些交代用完没有做 然后呢 一翻 然后呢 到时候一翻全部都是这个 没有很心仪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交叉着做 我想采访你一下哈 嗯 做这个手杖 有啥感受 非常解压 非常让我 暴躁的心情平复下来 他就是我的 解压神器 今天再给你玩的最后一次机会啊 明天就要去上学了 上学了 开学之后就要好好的学了 知道不知道 嗯 看着我 嗯 又是这个样子啊 敷衍我